好 現在這個傑森很快的就兩撲落地了 但是我們仁傑摸四銅坎耶 他這個牌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他打什麼 2條 打2條是OK的嗎 就是猜一搭嘛 那是不是猜8、9條比較好 我們仁傑好像就是說對麻將認知 他可能 他是不太知道說24條 79條比較差 24條好一點 對 如果說他要猜24條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先打4條 他有個打4掉7的效果在 那他現在 他先把7桶多的捨掉 24條也沒拆乾淨 因為他現在就一盡聽嘛 他不是打4條就打7桶 其實兩張是差不多的 但是打4還有點掉的味道 對 早點掉嘛 7條是 我們的北風味 跑了7條 拆了79條 傑森 又是 大半島 哇 特殊操作 他竟然不要四面球雀 他去打6條定將耶 這個是蠻特殊的打法 是 一個特殊操作 我認為因為海底裡頭 可能他覺得不想下彎子吧 那他也不想打6條 對 不想打6條可能是第一 對不對 嗯 嗯 哇 造就了 人節 對 胡到了我們瓜哥 嗯 這個就是傑森的造成的 其實這個牌我覺得 當然因為我們俗稱嘛 打麻將三金七銀嘛 那三七是盡量不會去打他的啦 是 因為讓夏家吃到鞭章 是一個大忌 助攻 助攻 所以他這個牌打掉7條 還有5的也沒那麼好打吧 我覺得 嗯 而且主要是他 他 留下來的這個1 2萬 還要進3萬 也不容易 對 就算他進了1 4筒 他聽的也不漂亮啊 然後 這個彈性就變小了 那他這個7條 我覺得完全是針對 黃鴻哥打過7條更大 嗯 對 但其實這個好像可以再多思考一下 這張牌的進出 嗯 應該是 讓他去四面球缺就好了 對 因為你不是故意去做到四面球缺 你是被迫到四面球缺 是順著排流的四面球缺 對 北風